那在這個大災難跟這個海峽來 就是我們臺灣 能不能透過這個手機來發出這個感染的 現在NCC表示都要更加強 有什麼要跟這個業者濟調 現在政府也已經20億的這個經費 要來發展這個混沌 区域的這個技術 也能應用到這個災難通報的系統 前年八百水災發生之後 有人開始檢討臺灣QQ通報系統 當時每點前有四千通的QQ電池 不過還有關於勤務中心電池路線 只剩下到一百算金粉沒辦法應付 一直到現在EUQ轉算 卡不通的時候也沒辦法漏人 那才是來開卡電話機制 如果在我們發生民眾金粉 救救出沒路 入圍條幾十個風球通報機制作單 會參加這個會傳到學者提出 當前臺灣民對的風災救災問題 NCC自出 參與本省比高 臺灣目前開始無法做到 在幾十秒內EUQ感染 跟這個公佈發佈驚信 要參與電信夾這裡討論 就初期的功能跟軟件 以建議來改善 氣象或者其他的這種偵測系統的話呢 他跟這個傳輸網路借接 這個借接平台的話呢 要重新規劃 其實政府已經變成10億政府 要發展混沌技術 現在也準備將混沌概念應用到台湾 的災難通報系統 他如何透過他手上的手機 或者是資訊設備能夠迅速的傳到 這個中央的救災平台 或者是地方的這個救災機關 然後讓我們的這個救災人員 盡快的確認他的位置 雷前部長同意發表 是建立豐災混沌技術 時間表不較短 但是進走來完成 立委羅斯部也透過提案 跟司法要求電信業者 以後在個人 讀到中台天災愛義務 提供在区各種免費通信機制 包括電話感染 Email應該是免費開放 甚至提供充電的設備